大家好,我是小提琴家陈瑞 這次很高興可以回來到澳洲來表演給你們聽 這次今天也很高興可以跟你們一起談一談 就是我的一些音樂上面還有我自己的 personal life 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問這個問題,最喜歡作曲家是誰的問題 挺難的,挺難回答的 因為這個其實老實來說 對一個音樂家來說的話 我們都是每一次不管是在表演哪一首曲目 都是非常喜歡的 像今天我是在表演 Shostakovich 那搞不好下禮拜在表演貝托芬還是巴哈 這個就不一定 就是每一次我在表演的時候都是最喜歡的 今天的這個音樂會 這個禮拜的就是我們今天禮拜五 禮拜六還有禮拜一的這些音樂會 對,的題目是Shostakovich 就是Shostakovich的小提琴的協奏曲 第一,也是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很在我們傳統的裡面的 其中大的這些協奏曲之一 這也是一個很personal的一個曲子 它是講的故事是一個很黑暗的這個世界 然後但是還是有這種 hope的這種題目 其實我的目的對於想要做這些視頻 搞怪的好笑的或者是教小朋友怎麼樣拉琴的視頻 的目的是要把音樂跟觀眾就是更接近 所以我認為現在小朋友都是可以看到很多在電腦上面 所有什麼東西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們對於古典音樂就會的興趣 我認為會有一點像 喔,我現在需要練琴了 就是有一點那種好像跟功課一樣的那種態度 所以我認為其實對小朋友需要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就是先讓他們感覺說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東西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再繼續發展 就是他們的興趣 大概就是說謝謝你們一直支持我 我這幾年也是 我是09年也是才出來了 我相信你們知道 然後我感覺說 雖然就是離澳洲也是很遠 澳洲離全世界的地方都蠻遠的 但是我都是有感覺到你們的support 所以只是想說謝謝你們都是有一直支持我 謝謝